我们Diotech Korea创业到现在 过了二十多个年头 二十年来始终如一的 一心只想着制作好的产品 才开始了这个产业 其结果真的累积了不少 越来越精进的技术和诀窍 在公司的内部 在韩国销售管道 以大企业为主的趋势下 像我们这种中小企业 其实没有立足之地 拥有自己的品牌并上市销售 真的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再加上也没有行销能力 不过我们Diotech 还是持续不断地 研发我们自己的品牌 并努力销售 所以我们把大部分的焦点 放在出口的部分 好不容易走了过来 2010年夏天 自从遇到爱多美之后 才终于开花结果 我们的Diotech牙刷 真的是杰作 大众化的精品 看到我们的产品之后 说真的很简洁 在卫生方面 绝对没有任何顾虑 手把上有橡胶的牙刷 在卫生面不是很好 他告诉我说 那样细菌很容易繁殖 这个牙刷细菌不会繁殖 材质叫做PCTG 是水瓶食用的原料 因为是水瓶的原料 对人体完全无害 这种事情 我们还没说明 董事长就已经认出来了 我在大卖场 百货公司等等 把各种超市贩卖的牙刷 总共90种全部买回来 努力自己试刷了一下 发现董事长 真的买过各式各样的牙刷 因为一天要刷十次以上的牙 所以到后来呢 牙龈全部都肿起来了 直到真的无法刷下去了 后来只好在手背上进行测试 我可以使用一辈子也没有问题 在品质方面呢 我真的感到非常满意的产品 这个产品真的是他积极接下的产品 这个产品我想大家都知道 就是爱多美牙刷 一开始啊 因为价格定得很低 一开始真的该怎么说的 都是价格的问题 一开始是价格问题 那是在大卖场或百货公司 也有在卖的产品 不只是同一个品质 也是同一个产品 我们再怎么想都觉得 那个产品当时在市面上 都可以卖到五十块到六十块 可是他希望把那个产品 卖三十二块半的话 到底希望我们用多少成本 做出牙刷 我真的没有头绪 绝对价格 绝对品质 我认为真的很不简单 当时我是那样下判断的 原本卖五十五块左右的产品 现在我们却以三十二块半 提供给会员 这样的话呢 真的是任谁都可以用得起的价格 所以缔造了销售 好几千万个牙刷的家机 引发了这种现象 不过将那个产品 把价格降低到不到四十块 以三十二块半贩售的过程 并没有那么简单 所以我跟他们提议了几件事 购买原料的时候 目前都是先用奢账的是吧 是 那个费用 我愿意预先付给你们原料的费用 他们付了百分之百的定金 当时真的那么做了 所以真的是不可置信的事情 又不是一两只牙刷 他订了二十万只 却先付了百分之百的定金 然后啊 请不要论金购买牙刷的原料 希望你们可以亲自输入整桶的原料 这样的话呢 成本一定可以压到很低 我跟他们提议了这几件事情 当然我们这边的责任变得非常沉重 当初那时变得很沉重 为了降低产品成本 询问了许多厂商的结果 比起再找其他厂商合作 和现在的协力厂商协商会比较好 我们也预付定金 用这种方式购买原料 就像爱多美和我们每天 面对着面开会讨论 我们也和我们的协力厂商 每天开会讨论 因为这样降低了许多原料成本 最后终于缔造了 以三十二块半 贩售牙刷的这种奇迹 变成了良性循环 我们的协力厂商 也真的一起共同成长 这部分我认为 爱多美的功劳真的很大 不止我们而已 协力厂商只要听到是爱多美 就会说是爱多美吗 为了爱多美 一定会全力以赴 我们的协力厂商 率先做了更好的示范 真的是不输我们 我们在2010年 和爱多美第一次结缘后 2011年以500万只牙刷开始 可以说是每年 真的有百分之百的成长 那个数字在2017年 创下销售3400万只的记录 在韩国唯一一个单一品项 还有 我们公司的工作人员也增加很多 和爱多美合作之前 那时我们公司的员工 大概只有13 14人来来去去的 现在大概增加到60个人 不要说百分之百了 可以说我们公司成长了百分之三百 销售额也是和爱多美合作之前 大概是1500万到1800万左右 可是持续不断的成长 去年最后达到了新台币5亿的销售额 可以视为是创下新纪录的销售额 而且最重要的 我们产品的信用度 在国外被大大的曝光而造成好评 2015年获得了新台币3000万出口塔奖 2017年获得了新台币9000万出口塔奖 可是这个并不是单纯的9000万元而已 以牙刷单一品箱来说 在韩国可是前所未有的创举 所以我们全体员工 对我们Diotek这个品牌 一直保持着骄傲和信心来面对工作 正直的心 依照原理做事 依照原则做事 这样的部分让我们累积了信用 那个信用现在正变成了基底 我逐渐认为 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紧密 建立了合作的模式 董事长一开始说会预付定金 而且告诉我付款条件是每一周结清一次 然后我认为这件事怎么可能实现呢 心里是这样想的 不过真的从2010年10月开始到现在为止 从来没有一次违背这个原则 那个付款条件 所以我也好 我的协力厂商也好 大家都说爱多美的付款条件是从来没有见过的 我自己或是Dialtech本身 只要是关于卫生的部分一向都非常有信心 现在所谓的三星OS 我们已经遵守了这样的规则 对爱多美来说其实是不够的 只是生产牙刷要做到这种程度吗 甚至标准严格到会说这种话 简单来说 他们以食品的基准要求我们管理产品的卫生 不过听了那样的要求后 现在被称赞第一次看到这种工厂 买家们参观过各种品牌的牙刷工厂 却说第一次看到像这么干净又整齐的工厂 从国外来的买家也赞不绝口 其中当我们和爱多美一起合作后 令我们最骄傲的部分就是品质管理系统 为了改善品质 八年来 每年将年销售额的百分之十 将近百分之十投资到设备或相关地方 也投资到研发产品的部分 现在在韩国并没有专业的测试设备 因为没有牙刷测试设备 我们Deltech公司本身自行研发了牙刷测试设备 现在已经在使用中 KS认证制度也不检查的 超越KS认证制度 用更高的标准严格地测试我们的产品 不进行这种投资 绝对无法跟上爱多美的脚步 像这样产品数量持续暴增的爱多美 可以跟上它的方法就只有一条路 未来也会持续发展这样的方向 达到爱多美所追求的绝对品质绝对价格 为了配合这个方针 我们会尽所有的努力 还有最近我们针对生产自动化 虽然很辛苦 但一定要做到 把这种坚持透过会议告诉我们的员工 一起讨论也不断地再三强调 未来我们的Deltech将搬到全新的厂房 为了提供比现在更安全 制作更卫生的产品 将不遗余力地持续努力和研究 听说爱多美所追求的其中一个目标 是百年企业 结论来说如果想成为百年企业 那么协力厂商也必须全部都成为百年企业 才可能做得到 我们也很希望 进一步和爱多美一起成为百年企业 爱多美牙刷 要以爱多美牙刷之名 延续一百年 一百年来 永远不变地和爱多美一起共同成长的企业 只要提到爱多美的代表产品 就想到Deltech牙刷 持续不断地研发更好的产品 然后成为用更好的产品问世的Deltech公司 未来 以超越韩国人的牙刷 希望成为全世界人的牙刷 我们一直抱持着这样的期待和自信 未来和爱多美一起 为了成为全球公认的品牌 直到有一天爱多美成为世界流通的枢纽为止 我或Deltech 就像一开始和爱多美相遇的那个时候 将彻底地进行准备作业 生产出真正好的产品 不但在中国市场获得肯定 进而在世界市场更受到肯定 我们将成为这样的Deltech Korea ท角色 我们zub盗示 我们崩убли康 有些 Theatre toda好 我的 ll female 有点 我 所有 Higher churches 这里 他们 以后 他们 有点